美国媒体日前报道 拜登政府试图说服台湾调整军购案 购买有助于击退中国入侵的不对称作战装备 而不是传统的常规武器 拜登政府为什么试图说服台湾调整军购 各方对此有哪些反应 我们现在来联系美国之音记者莫宇 莫宇你好 你好平章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拜登政府试图说服台湾调整军购案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否是美国对台军售的政策有所调整的 是这个相关的消息是之前 应该上个月底或这个月初的时候 就是有消息说 这个美台之间的几项军售案 是出现了一些变数 一个是台湾方面表示说 由于这个采购价格的问题太高 然后他们放弃购买这个海鹰反潜直升机的计划 还有一个是他们台湾也表示说 这个去年军购案中的一个项目 就是自行火炮呢 他们也决定就是取消原因是因为这个交货延期的这个问题 那之后呢 美国的这个媒体就报说呢 这个其实是拜登政府拒绝了这个台湾采购直升机啊 这样的一些请求 那拜登政府是希望台湾能够购买 那些能够更好遏制和抵御中国进攻的武器 也就是那些小型的机动性较好的价格更加便宜的 不对称作战武器 而不是常规的那种价格比较昂贵的武器 比如说战机坦克那些的 那这个星期二的时候 美台商业协会呢 是发了一个新闻稿 也就是透露一些更多的细节吧 那这个新闻稿是说 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向商会的成员是说明了相关的情况 然后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是表示说呢 拜登政府将不再支持 不属于不对称防卫范畴的对台军售 也就是说这个不符合这个范畴的军售案呢 这个拜登政府是不会批准了 那这个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说 这个其实美国政府在过去也一直是鼓励 或者是希望台湾能够购买那种小型的 不退称的武器装备 那这个拜登政府现在做的呢 也就是扩大或者加速了过去政府的一些做法 那么拜登政府为什么会希望台湾去购买 像你所说的那些不对称的 所谓的这种军事的这个武器 是 那这个之前提到 也就是这个不对称这个提法 就是不对称的作战能力有关的 这个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员 在多个场合也是多次提到了这个概念 比如说布林肯国务卿四月份的时候 然后在国会的一个听众会上就说 美国将帮助台湾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 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 这个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乌克兰战争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看到乌克兰军方在这个战场上 是使用这种不对称的战术 比如说使用标枪导弹 独次防空导弹这样的这种不对称武器吧 在抵抗俄罗斯入侵方面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还有另一方面呢是华盛顿对于这个中国可能 武力攻台的这个可能性的研判 是有一个感觉像有个紧迫性吧 那他们就觉得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呢 这个北京有可能会对台湾采取一些行动 所以说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之下 这个不对称作战的这个策略 以及采购这样的装备 就被认为更有利于台湾应对潜在的威胁 那我们下面来听听这个防务专家是怎么说的 voy're talking about like a porcupine strategy for Taiwan and that's the sort of basic concept I think that the U.S. is trying to underscore to Taiwan now of saying look if you're facing down a military that's larger than you and that has more advanced capabilities the best thing that you can do as a smaller country is to figure out what are the sort of low cost lower cost options that you can purchase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經常能在一些相關的話題的討論中 就是聽到這樣的提法就是說 要讓台灣變得像烏克蘭一樣成為刺蝟或者是豪豬 以阻止中國潛在的入侵 然後如果中國入侵呢也讓中國難以下印 或者是要花很多的時間才能夠消化掉 他們的一些計劃或者達成他們的目標 那目前各方對於拜登政府的這種調整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採訪的一些美國的防務專家 他們都是對拜登政府對台軍售的上面這種調整 是表示歡迎和支持的 那他們是認為台灣與其說是追求購買戰鬥機 或者軍艦這樣昂貴的傳統武器 那他們認為台灣應該更加專注於那些更便宜 機動性能更高 這個具有殺傷性 還有更難被全部摧毀的武器 然後他們是認為呢 現在他們這個國防界的人是一直都這麼呼籲嘛 那現在拜登政府跟他們有相同的看法 所以他們表示非常的歡迎 那麼來聽聽另一位防務專家是怎麼說的 是換成了很多年來的 台灣內部的民眾 大法是聽聽調 拿雲特賽 非常貴重 機器 ave船 高機器 不因為這些 用 不因為 台灣 小小 Dent 太太太太太太太 所以它不能太多的 所以购买这些很困难的武器 会让中国决定要攻击 让他们能够尽量把这些武器 在一场争战 这会让台湾在很确的地方 这会让美国在很确的地方 因为台湾长得更长 台湾长得更多 美国在台湾的时间 可以帮助助台湾 当然也是有批评的声音 也是有所争议的方面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台商会 还有台湾的美国商会 他们对政策的调整有一些不满 他们认为拜登现在的政策 特别注重不对称作战 他们就觉得好像看起来 只需要注重台湾面对全面入侵 这样一种单一的场景 感觉他们就觉得忽视了台湾在其他情形下 可能面临到的威胁 比如说中国军机对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侵扰 这样的被称为灰射地区的威胁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个军售案如果是注重 特别注重强调不对称能力的话 有可能在台湾军方军力 在其他方面的发展 有可能就得不到一些比较好的提升 反而有可能会削弱台湾的防御能力 在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 政府对于什么武器属于不对称战力范围 没有明确的定义 这样就让企业陷入了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当然对于他们这种关切或者质疑 前面那位专家亨泽克他就表示说 帮助台湾应对全面入侵的这种战略和能力 恰恰是能够帮助到台湾对抗程度小一些的威胁和挑战的 如果台湾现在就是过度只是关注于那些比较小的程度的威胁和挑战的话 真的到这个最糟糕的情况到来的时候 台湾并不一定能够有效的应对 台湾国防部也是对之前我们讲到那种关切也是做一个回应 他们表示美台之间对不对称作战原则 是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和定义的 那这个是指的是作战形态与方式不是个别武器的选项 台湾国防部还表示说 台湾军方持续与美方洽谈筹 符合当前及未来情势所需的最适合的武器装备 然后他还说台湾方面也要求美国方面 一约甚至提前交运已经谈好的那一些武器装备 听张 好的谢谢墨宇的连线报道